好,我們今天要做一個 3D的入鏡效果 好,那我們就選擇這個鋼筆 然後筆畫我們用白色5的粗細 好,然後我們點一下 我放大一點好了 因為我希望兩邊的線段一樣長 好,然後按住Shift OK 看一下,這個木板要在畫面裡面 大概這麼大可以 按住Shift 它會畫一個垂直的 水平垂直的直線 好,然後這邊也對到邊邊 對到這個畫面邊邊 希望兩邊的線是一樣長的 按住Shift 左鍵 OK 好 好 好,然後把軸心 軸心移一下好了 然後這裡有個吸附 可以把它打勾 它就會 吸到畫面的這個中間 好,然後兩邊的線我想要再短一點 因為等一下這個 立方體的線會在畫面中間這個位置 然後下面會有水 好,把它弄短一點 我們選到這個符號 然後點中這個圖層 然後按住Ctrl 點一下這裡 然後這邊按住Shift 點一下這裡 這樣就把兩邊的點選中了 好,OK 稍微把它往上移一點 看一下 好,這樣可以 好,然後再來我們要再複製一個 我們唯一個正方形 唯一個正方形 好,我們再 我們再 正方形嗎 好,我們再複製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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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rl D OK 把它移開來 好 好 好,那這條線會對在它的旁邊啦 好 OK,所以我們可以稍微旋轉一下 OK,所以我們可以稍微旋轉一下 我們可以看一下 按一下R 好,我們旋轉一下 好,我們旋轉一下 輸入90好了 對,等一下會對在這裡 對,等一下會對在這裡 不過我覺得正方形要有點長齁 那我們還是不要用正方形 我們把它 換短一點 呃,大概這邊的線 我們要刪掉 好,Ctrl點一下這個點 按Delete 好 因為共用一個邊齁 所以這邊不需要線 然後 有一點太長了 Ctrl點一下這裡 然後 按鍵盤上的 向上 的箭頭 稍微短一點好了 OK 好 好 然後我們再圍另外一邊 這一邊 好,這邊 好 那我們要再新增一個圖層 不要再點選任何圖層的情況下 我們選鋼筆再來畫 好,按住Shift 來到下一個位置 按住Shift by 按 CtrlAL 按的ству 按摩 我即將它鋼筆 所以我們也是先能曙光的 我即將其他一邊放 switch 唱這支希望 很值得 看以前小鈴筒 只會套重 這裡稍微短一點 好,那我們選中這裡 把它往左邊移一下 好,這樣就可以圍成一個立體的正方形 好,然後我們還需要 我們還需要一條直線 我們還需要一條做波浪的直線 其實是需要兩條 可以稍微抄出去一點點 好,把它命名一下 按右鍵Rename 然後側面也需要一條 側面也要一條 那長度也會跟側面的一樣長 長度也要跟側面一樣長 粗一點點 好,按右鍵 Rename 這個給它打一個L 在左邊的嘛 那這個是在 前面的打一個F 好,接下來我們可以來圍一下這個 先把這兩個縮起來 我們先把它圍成一個立方體好了 好啦,也許不要說 每一期 好 然後這個3D符號都把它打開 第一個要移動的 看一下 我們先移動這個 先移動這個 先移動這個 好 那我們攝影機要稍微轉一下 對 你才看得出立體的效果 那當然我們的View 可以改成 四個好了 改成四個View OK 好 有的View是透明色 因為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要把它按掉 好 壓一下Top 放Right 好,這樣可以 好 然後就是透視相機 我們用這個相機移動工具 好 中間是移動 左鍵是旋轉 好 我看一下 好 這個是不用動啦 這個位置是OK的 因為它已經 它已經立體起來了 這個是不用動 好 好 我們看下一個 再把它鎖起來 好 下面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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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它轉到它的側邊 轉到它這個位置 好 嗯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應該從哪一個仕圖 這個 這個 這個仕圖吧 應該要從 我們應該要用這個仕圖 OK 要把它躺下 躺錯邊了 躺對邊才對 按住Shift 然後它可以到一個固定的角度 好 然後再把它往下移 來到這個仕圖 然後我們來到上市圖 來到上市圖 來到上市圖 然後往後 好 看一下 這樣子 當然這邊沒有轉過來 這邊沒有轉過來 所以這邊還要再往 往 這個方向轉 咦 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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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這邊吧 看一下 按住 按住Shift讓它到90 好 然後再 看一下 跑得有點遠了 可能是 變成3D之後軸心沒有在正中間了 這樣子 OK 好 再把它往下 差一點點 好 這樣就對上了 OK 有沒有 這樣我們就圍成一個 立方體 對不對 這樣看起來像是一個立方體 好 接下來我們再圍一下上邊這裡 這裡 看 對 就這條 好 要讓它倒下去 好 我們 從這個角度讓它倒下去 好了 按住Shift OK 好 現在OK了 我們再移動一下 哎呀 Ctrl Z 好 下來 看起來是貼盒了 好 看起來是貼盒了 可能是貼盒了 好 好 好 看起來是貼盒的 好 有吧 OK 我們的角度大概 先把角度調整好一下 我們角度大概放在這個位置好了 我們切成一個仕圖 沒錯 這樣就一個立體的 立體的方形 那我們先到這好了 移動一下 波浪的部分 波浪的位置看起來 看起來像是沒問題 我們用 四個仕圖 波浪的位置正確啦 好 波浪軸心 軸心可以移 但是 應該沒有什麼影響 如果你要移3D的軸心 一樣可以選擇這個 軸心移動工具 好 那我們來看 側邊的波浪 側邊的波浪肯定位置是不對的 我們看一下喔 側邊的波浪現在的狀況是 站起來的 好 我們移動一下它的軸心好了 好 那現在就讓它躺下去就可以了 好 現在我們讓它躺下去 嗯 嗯 我看一下這個視角 我覺得 躺下去 它應該是要躺 這個方向 好 一樣按住Shift 然後往下移 好 然後往下移 OK 好 但是沒有對到齁 我們從這邊 空白鍵移動 滾輪縮放 嗯 好 看一下 好 看一下 也許上去一點 這個波浪我們要給他一個 波浪的變形 在Effet這邊有一個Distort 我們用一個Wave 我們可以看到他側邊 側邊已經產生波浪了 那你在拖動時間走,這波浪就會動起來 是吧 這樣就有點像是在海面上的感覺 只是這個線條會有點超出波浪 因為波浪只是一條線 所以他這個邊界是會凸出來的 不過這個我們之後 這樣遮罩把它擋掉 好,那我們另外前面這個也給他 也給他加上波浪 好,直接來到Effet最上面 上次用過的特效他會留在最上面 好,這邊有波浪 有點太多了 太多了 我們可以調整一下這個樹枝 好的 好的 好 我們這樣拖動時間走就看到他的波浪 只是說那些線 木頭,那就是那個木板的線 長度都是一致的 這個我們之後再把它修掉 好 接下來我們要畫一個角色做在上面 好,那當然 沒有辦法畫得像3D一樣那麼 複雜 我們就畫一個正方形的角色 好,那我們先到這 那我們來畫一個方形的角色啦 欸,直接可以用這個方形來畫 好,我們用這個方形來畫 好,我們用這個方形來畫 然後一樣喔,線條是5 然後我們按住 我們按住Shift 然後再畫一個正方形 那這畫一個正方形 好,嗯,一樣移動一下他的軸心好了 嗯,這物件的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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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兩個面 因為我們角度就保持在這個方向 所以我們只需要做三個面 另外兩個面我們一樣用複製的 Ctrl D Ctrl D Ctrl D 希望我的鍵盤有點乖乖的 Ctrl D 好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移開來 我們先把它移開來 好了 我們可以把它們移開來 畫質顯示 我們把它改成三分之一好了 對 這樣跑起來才不會太Lag 好 那我看一下 那因為重複的地方 重複的地方線其實是不需要有的 不然兩條線 把它疊在一起可能會變得更粗 好 所以上面這一個 就是方塊的上方 然後這就是方塊的前方 C C 空白 F 好 欸 我覺得 這個應該用前方好了 因為等一下轉過去比較方便 這個應該用 側邊 這樣 好 我們三個面 好 所以 所以 這一個 側邊的面子 需要 這條線可以去掉 可信好像沒辦法 好像沒辦法去掉了 如果我把它點刪了 我們看一下 我把它點刪了 它的邊可能會 應該是選中 選中點 好 好像這個形狀畫出來的 沒辦法三點 直接是用形狀畫出來的 好像是沒辦法三點 我看一下 那 如果我打勾這個來畫 呢 看能不能三點 現在這不行了 看能不能三點 看一下它是不是有 好 把Close 關起來 我看 喔可以啦 把Close關起來它就可以 把Close關起來就可以刪除點了 好 那我們就把 側邊的 我們把側邊的 按右鍵 1 嗯 橡木反白 可能在畫形狀之前 就要先把這個 這個打勾了 現在的話 現在再去把它打勾看看 應該是可以啦 好 不行啦 事後打勾好像 好像 就沒辦法 所以在 在用這個幾何形畫之前 這個 這個 這個就要先打勾了 這樣畫出來的方形 才可以刪除點 好啦 那既然現在 這個 在 我看它是沒辦法刪除點了 那就 不刪點啦 看一下用這個 減號 減號也動不了它 看一下這邊有沒有設定可以 看一下這邊有沒有設定可以 刪除它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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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來這不行了 那我們就 這樣子把它 組合在一起好了 好 這三個都把它變成3D 好 然後 其他的我們把它隱藏好了 其他的我們把它隱藏好了 這樣我們塗層不會太多 好 這個我們就把它 靠過去 把它們的線 重疊在一起 好 把他們的線 才不會有變粗的狀態 好 然後這邊往下 哎呀呀呀 比到旋轉了 好 如果你的螢幕比較大 這個視窗 就可以有比較大的空間 可以看 好 接下來馬上旋轉過去 好 接下來馬上旋轉過去了 按住Shift 其實你也可以把軸心移到邊邊旋轉 對 但是移軸心 跟現在去移動的狀況其實差不多 好 我們看一下 好 我們這樣就圍住了 那接下來再來換上面 我們看一下 軸心的位置 沒錯 還沒轉3D 好 把它移到這裡來 再移過來 好 再把它旋轉 好 一樣按這個Shift 好 然後再往下 然後再往下 好 好像有點沒對 好 那就是上視圖這邊 有點沒對 好 我們解析度把它調 調高一點好了 好 這樣看起來可以啊 嗯 可以可以的 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給它一個 把它鎖起來 我們再給它一個眼睛 對 給它一個眼睛 因為 我們會做一些 動畫效果 那我們給它 兩個直線的眼睛 好 眼睛可以稍微粗一點啦 眼睛可以稍微粗一點啦 20呢 15 好 好 重心 然後 筆畫的兩邊 我們把它改成源頭 好了 嗯 在線條這邊 把它改成源頭 把它改成源頭 這樣它兩端就是源頭 好 我們就把它放到臉的位置 放到臉的位置 把它轉成3D 好 好 我眼睛好像有一點太長了 有點太長了 那就S把它縮一下了 好 鎖鏈解開 我們不要說 X軸 怎麼說X軸 好 幫它複製一下 Ctrl D 行了 看一下 我想要不要做手跟腳 其實可以做啦 好 我們來做一下好了 我們來做一下好了 我手跟腳會有 嗯 嗯 我手跟腳會有 關節 所以我們要點三個點 讓它有關節 好 看一下 好 軸心也把它移動一下 移到這個角落 這裡 好 它現在中間的關節啊 是圓弧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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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在 建立這個路徑的時候 打勾這個 所以它中間的關節 就會是圓弧形的 好 好 那一樣把它轉成3D OK 然後放到它的 身體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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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貓放到它的身體上 嗯 正面 從正面把它移過來一點 好 把它移下來一點 然後移後推一點 然後移後推一點 嗯 再移上去一點 再移下來一點 嗯 然後手出一點 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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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rators 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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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把他的角度調一調 上視圖 測視圖 前視圖 測視圖 我們把下面的底座打開 我們把底座打開 現在我們需要移動一下 移動一下這個方體 我們需要移動一下這個方體 我們需要移動一下這個方體 好 我們移動一下這個方體 這是眼睛 我們把這個方體打開 我們把這個方體打開 好 現在我們把連結 這個 這個是前視圖 我們把這個方體打開 這些都連給 連給前視圖 好 那這樣前視圖移動啊 就可以 帶動大家 好 我們讓這個方塊 坐在這個 坐在這上面 OK 不過這方塊好像有點大 這方塊有一點大 哎呀 如果我現在縮放 一起縮放 他們的位置 應該是會跑掉 如果你按S 鎖鏈打開 所有人的鎖鏈都打開 如果縮放 位置應該是會跑掉 看一下會不會 如果不會就 就比較方便 喔會啊你看 這些位置都跑掉了 Ctrl Z 嗯 那要怎麼不讓位置跑掉 我們需要新增一個 空物件 不過在這之前 因為這個 角色是 只有線框 會透到 後面的這個 方塊 地上這個 三色木板 好啦 海面上的木板 所以呢 我們該讓它填滿 顏色 填滿 黑色 填滿 黑色 可以填滿 黑色 好 這樣它就會擋住了 然後這邊也要填滿 黑色 好 這樣就擋住了 好 不過現在就是它太大了 太大了 太大了 對 對 那方塊有點太大了 對 這方塊有點太大了 哇 後面的線有一點 細耶 可是因為透視的關係 所以後面的線都會變得比較細 好 嗯 我們攝影機 好啦也許我們攝影機 之後再架設 看能不能改一下這個透視的 強度 好 這樣後面的線也許就不會那麼細 好 不要讓透視那麼明顯 好 我們新增一個空物鍵 好 按右鍵 CNOW一個 這個 NOW一個 Long object 然後把要縮小的 都連結給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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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Fellows 不過這空物鍵 沒有麻煩的3D 沒關係我們試試看 如果空物件不是3D 能不能控制它的縮放 看起來是可以耶 不過它有一點把它拉長 但是變得有點像異形 就是頭比較長 Ctrl-Z 那如果空物件轉成3D OK 空物件轉成3D 再來縮放 頭就不會被拉長 空物件轉成3D 說放那個頭就不會被拉長 好 行啦 空物件可以刪掉 Delete 好 好 那這些連結一樣 都在連給 前世圖 好 我們讓前世圖來帶動一下 我們放在中間一點 然後 後退一點 這樣不錯 好 我們等一下再把兩隻腳跟手做上去 有兩隻腳跟一隻手 好 那我們都用這隻手來複製 好 那其他的我們可以把它隱藏 好 按下這個 好 只要有被 按下這個的全部都會被隱藏 好 但是還是看得到 只是圖層上面被隱藏 好 那我們一樣 好 我先想調一下手的姿勢好了 讓它浮在這個木板上 好 那我們就要把它放大來調整 嗯 我們選一下鋼筆啊 好 那我們就要把它放大來調整 嗯 我們選一下鋼筆啊 手看起來軟趴趴趴的喔 好 我們從這個位置來調整 好 感覺 好 嗯 它不同仕圖好像 嗯 它好像 好像 沒有辦法從這個仕圖去調整 它的 路徑點欸 我看一下 欸 可以啊 那這裡為什麼 這不夠 不夠 不夠 近 那為什麼 上市圖 我卻調不到呢 這個 這我們 還要是要調到位移欸 奇怪怪 上市圖沒辦法拖曰它的節點欸 只是有一點麻煩 那冊市圖 呢 嗯 車視圖也不行了 奇怪為什麼只有前視圖可以 那我試一下把右視圖換成 換成左視圖 還是說路徑沒有立體的效果 還是說路徑沒有立體的效果 還是說路徑其實是沒有立體的效果 不管我怎麼調 它應該都是在這個平面上 我試一下如果在 對 它應該不管怎麼調都在這個平面上 好像沒有辦法 我們轉一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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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 它的3D也不能算是真的 3D 它算是在這個平面上的3D而已 平面上的3D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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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裡有一個 Classic 3D C4D Render Option 看一下 看來是沒有 看來是沒有 還是沒有辦法 好吧 上面只能用這一個 試圖的角度 去調出我們要的 姿勢就好了 對 只能用這試圖的角度去調出我們要的姿勢 嗯 所以也許它的手 這樣好了 手也把它改成圓形 好 因為它現在手的末端也是方形 好 擋作D 然後放到另外一邊 它的另外一隻手 好 然後 需要左右反轉 我們用縮放 我們只需要X軸的縮放 負100 好吧 那 稍微調一下姿勢吧 然後 哇嘞 有這個3D 就 這這這這 控制點 難找耶 控制點難找 哎 有那個 這這兒 你還是要怎麼回事 可以這樣做嗎 我們可以去到現在的地方嗎 要做什麼 好啦 放上兩隻腳好了 放上兩隻腳 手粗一點看看 手粗一點 好像可以了 好 我們再來做一下腳 Ctrl D 複製 移動 這個腳有一點短 好啦 只是有點短而已 我們把它 這樣 這 應該看得出是腳吧 感覺它的腳好像有點 有點太長 不然 腳再短一點 好 好 好 Leg 右邊 好 Ctrl D 然後複製到 左邊 左邊 左腳 好 我們移動一下腳的 東西 我們 嗯 好 接下來我是在想 我在想線框的部分 我感覺身體的線框是可以粗一點的 好 我們把身體的線框 對 好像是可以粗一點 好啊 身體的線框是可以粗一點啦 看 這樣子 好啊 身體的線框是可以粗一點啦 好啊 身體的線框是可以粗一點啦 好 好 那 再來呢 存個檔 先存一個檔 存一個枝山 再來呢 再來我要做什麼 其實我要做一隻鯊魚啦 對 我要做一隻鯊魚 由過去 然後他就嚇一跳 眼睛就會變成 圓形真大 然後腳會收起來 對 然後手會抓住兩邊 對 呃 手應該是抱住腳啦 對 好 那 鯊魚的話 鯊魚我們可能要新增一個 新增一個Comp來做 對 我們要新增一個Comp OK 好 那我們一樣先把這些塗層 印藏 好 然後先畫一個 鯊魚旗 OK 完成了 不過上面不尖嘛對不對 我們上面幫他弄尖一點 然後 前面的弧度 前面的弧度 前面的弧度不可以轉 啊 因為我勾了這個齁 我勾了這個齁 他 他的這個 路徑啦 路徑好像就會 就會變成這種左右控制的 好 刪除 我們應該 不要打勾這個 這樣我才自己 可以控制路徑 好 這邊我們換成這個工具 好 按住Ctrl 我把他往後拉一點 對 這樣久一點 可以有一點鯊魚的樣子 好 這樣就有差於騎的樣子 好 這樣就有差於騎的樣子 好 那這個我們要做一個Comp 按右鍵 鯊魚 好 那我們進到鯊魚的這個Comp 然後在這邊我們需要畫一條 直線 我們需要畫一條直線 好 透明背景 好 透明背景 好 OK 我們需要畫一條直線 好 那一樣這條直線啊 我們要給他一個這個波浪 好 那我們這樣就會有 鯊魚油過去的效果 OK 我們看一下 這波浪可能要上去一點 OK OK 要擋住魚旗啦 要擋住魚旗 要擋住魚旗 好 好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波浪在滾動的時候啊 下面這個魚旗多餘的線條會露出來 所以我們需要用 遮罩把它阻擋 好 但是我先裁切一下這個Comp的大小 這個Comp不需要那麼大 好 然後到Comp這邊有一個這個裁切 好 然後到Comp這邊有一個這個裁切 看起來好像可以齁 好 那 我們來做一下 這之後先把它移一下好了 好 接下來我們做一下遮擋 好 接下來我們做一下遮擋 好 接下來我們做一下遮擋 我們看一下 好 好 OK 我們這個來 來遮擋下面這個齁 只是說 我們頭都把它變成圓就好了 把它變成圓頭 好 變成圓頭了 好 Ctrl D 好 Ctrl D 然後這個來遮擋 好 看一下齁 好 但是 因為它不夠粗啦 所以這邊還是會 鯊魚的線條還是會露出來齁 所以我們讓線條再粗一點 用到 20 OK 好 好像還是不夠粗 30 好 30 好 30就 就遮擋住了齁 OK 遮擋這個我們可以用成紅色 對 原因是我們要對一下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這個位置上去一點 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紅色來遮擋這個 鯊魚旗 欸 這邊還是有一點跑出來齁 來 鯊魚旗我們先換一個顏色 比較好判斷 看有沒有擋住 有沒有擋住 OK 這裡有點露出來了 頭尾都有點露出來了 這裡 好 那我們把它的路徑往上提一下好了 往上 往上提一點 這邊 這邊可能 這邊可能有一點露出來了 對 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露出來呢 好 看起來是沒有啦 看起來沒有露出來 好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變成車罩了 好 會了 喔 糟 糟 當機嗎 喔 嚇我一跳 好 我們用這個 好 這樣子 紅色的波浪就會變成鯊魚的遮罩 所以你看我們這樣就沒有 好 就不會跑出來了 用鯊魚的那個下方線條就不會跑出來了 好 那我們顏色就可以把它換回來了 鯊魚的顏色 好 我們存檔一下 Ctrl S 好 那一樣把它變3D 好 所以我們都會等一下 我看這邊 更好 我看這邊 還有一個 還要來的 這就是我在想 他線條是不是太粗了 我想它的線條是不是太粗 線條好像有點粗 然後尺寸有一點大 其實大應該沒關係 鯊魚比較大隻 改成9 這個也改成9 好 這樣基本上OK啦 好 那我們 之後就可以來做它的 角色的動態 還有這個木板在水面上 搖晃漂浮的動畫 好 啊 Wie 是 的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